放下臺灣國慶之後呢 全球的國際媒體對臺海局勢都高度關注 一方面是軍事跟政治的局勢變化 另外一方面 臺灣也是非常重要的核心供應鏈 是的 所以現在在這個情況之下 全世界都非常關切說 習近平越講越硬 而蔡英文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同屬 也是非常的明確 大家都很關心 臺海的關鍵時刻是不是已經迫近了 所以連金融時報都特別寫專輪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全世界媒體都很關心 所以在國務院的媒體簡報會上 大家都會問普萊斯這個問題 而普萊斯再度重申說 對臺灣的支持堅如磐石 原因是第一個 臺灣是民主的領頭羊 第二個 臺灣是美國最重要的經濟以及安全的夥伴 然後時候他講這些的時候 可是他這一次呢 多講了一個東西 讓大家更會在乎 他講的是什麼 美國對臺灣的支持 臺灣關係法三格保證 三格公報六項保證之外 他特別重新強調 還有臺灣保證法 而臺灣保證法他講說 美國的拜登總統已經重新檢視過 過去歐巴馬時代所留下來的 美國和臺灣的交往準則 已經訂出了新的準則 將會鼓勵美國的官員在非官方 但是對口的方位下跟臺灣進行互動 所以這個可能是更明確一點 而且鼓勵的就是說 也許將來我們的經貿部長和他們的經貿部長 是非官方 但是是對等的在對口對談 可是光這樣則的話 美國很多人還認為說 對於習近平來講 這樣子還是不夠的 你要有更明確的戰略清晰 甚至於表達出不習而戰 這樣一個態度 所以新調息報特別去報導了 引述了訪問了 美國的過去海軍陸戰隊退休的高層 一個上校紐下 而紐下特別提出來說 他認為現在這個情況 美國必須要去明確的表態 為了保護臺灣 不惜冒著核戰風險 都要保衛臺灣 他特別去想說 現在這個情勢很像1930年代 希特勒正要崛起 當時的捷克和斯洛伐克 所面臨的情況 就是臺灣的現狀 如果你這個時候 讓希特勒當時如果攻進去了 整個希特勒就再也像是脫江芝麻 所以說這個時候 美國面對習近平這個態度 必須有更明確的 為了臺灣願意冒核戰的風險 他想說這個時候 其實你去看 習近平的講話是越來越強硬 不會把問題留給下一代 這是非常強硬的一個態度 而在此同時的時候 就在孟加拉灣 馬拉巴爾軍演 在8月的時候 從菲律賓演完之後 移到那邊去了 卡爾文聲號 英國的戰艦 日本的那個春雨級的這些人區 居屬艦加上印度的潛水艇 通通共同的聯合操演 互相熟悉 而政策出的是說 連美國的海豹突擊隊 都過去參加操演了 是全部都上陣了 而這個時候 英國的伊麗莎白女王號 也去停靠了新加坡 英國也表達了 向亞洲倾斜明確的態度 而面對這些態度的時候 人民日報的俠客島就出來講話了 他說的是來而不往 飛離野 你各國對付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的150架軍機落台 其實是針對這四個國家的軍演 俠客島是習近平最常去看的一個人民日報 俠下的媒體 是黨媒中的黨媒 所以這也代表是習近平的一個定調 就是來而不往 飛離野 可是這個時候 連日本的媒體都去播放 中國也特別去放 10月10號 73局長軍 做了一個兩棲登錄的操演 可是出來之後 大家全部傻眼了 也為什麼傻眼了呢 第一個很多人看到說 你看就是這個畫面 看到這個畫面 人家想說 這個是現代化的戰爭嗎 還是當年美國剛開始 在二戰的時候 80年前開始 學習奪島登錄 第一個 現在的登錄 你應該用的是兩棲登錄艇 快速過去 他們都用小艇 那小艇 一個中共的一個兩棲登錄旅 有六千人 你一個小艇只能載十個人 你要六百艘小艇 那你要攻下來三千人的話 你這個時候 你要多少的船艦 然後再過來上去的時候 攻擊的時候 現在全世界都是用兩棲登錄艦 清掃路邊的沙灘障礙 就他們兵上去之後 還在慢慢用手去清理 你這個時候 不是早就被人家攻擊了 你完全沒有所會展現出來的 現代化的戰力 然後呢 你們也不敢在一個真正波濤洶湧的 台灣海峽這個環境 這個小海灣裡面 所以很多人質疑說 拿出來這個 到底這些兩棲登錄部隊 七十三旅是在演習 還是在演戲給大內宣 創下剛剛看到的是全球 現在籠罩在通膨的壓力 首先第一個是能源價格的上漲 那包含了油價天然氣跟煤礦 特別中國的動力煤連漲三天 光是過去三天漲幅就高達25% 同一時間另外這樣的通膨壓力也引發在台灣工資漲 然後物價漲 然後很多知名餐廳跟小吃店都在漲價 現在美國那個升息的壓力 一直在往上升高 所以全世界都充滿了壓力 但是此時刻最現實的壓力 就是中國的人員危機 還有全世界的人員的一個漲價 中國的動力煤 因為山西下的雨特別的大 所以由27座到了60座的煤 已經都停下來了 然後他們現在要開放內蒙古的煤 可是內蒙古的煤是很差的煤 它72座其實是陸地上的 其實品質又不好 所以它的動力煤不斷的飆升 現在已經到了8000多塊 連續三天一直漲 漲了將近三成左右 在此時此刻煤已經無法供應之下 中國更慘的是什麼 山西不但是下大雨 還冷 太原在昨天的時候達到了攝氏2度 所以現在整個寒流又下來了 更冷之下更需要煤 所以像遼寧這些地方 通通是已經水離場要停15天了 所以煤這個狀況 然後整個中國現在限電危機 供應鏈的不穩之外 沃瑪已經是宣布即時把它的全球 採購中心從中國立刻移到印度去 也代表著你中國這些零售業或什麼 中國作為世界工廠 這樣一個東西 沃瑪已經開始做轉移了 所以供應鏈已經就全部都轉移了 而這個整個擴張出來的話 當然還有物價上漲 好像在臺灣先前雖然在整個勞團的要求之下 但是我們最後整個基本公司只漲了5.21% 並沒有希望達到他們的6% 可是已經在這個狀況之下造成了在疫情之下很多產業 因為你馬上漲了以後 你的健保 你的勞保 你的勞退基金 你的各種地方通通都有壓力 所以這個物價上場飲食業餐飲業又會有極大的壓力 而全世界在這個情況之下 人員現在有五大壓力 人員現在在歐洲和美國的汽油 分別漲了百分之三百五和百分之一百二 原油價格也漲了將近百分之五十 布蘭特原油已經從一桶八十美元 直衝九十美元 所以這個人員的壓力就已經非常的大 然後再過來晶片 雖然現在大家在努力 可是晶片現在光通用汽車 第三劑就要減少二十萬台 晶片也缺壓力了 糧食也上漲了百分之三十 然後還有環保 所以零售電力也成長了百分之一百二十 這些壓力通通在 然後台湾這邊開始有很多時候 先前的疫情之下 造成的結果是 王品宣布在十月二十五號的時候 他下面的十五個品牌 控制在百分之五以內 但是也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全面的漲價 然後再過來的時候 孫東堡也漲價 孫東堡也漲價 漢奶也漲價 漢奶也漲價 然後這另外一個在這個壓力之下 西門廳裡面還是一樣 很多電還是租不出去 五間有一間空著 而公館三圈就像你租金減了一半 還是沒有辦法 還可怕 物價再上去的時候 倒電潮也會爆發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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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